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对话大咖 我是主持人 国家木工机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杨春梅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本期云访谈 威力谈意后家的需要 今天我们特邀访谈嘉宾是来自 威力烟台木业技术有限公司的 中国区营销总监唐军先生 首先请唐先生谈一谈 在疫情持续影响大环境下 数字化已经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 威力作为德国石木机械生产商的领头羊 木材加工设备领军企业 将如何帮助客户建立自己的智能生产方式 以适应市场需求呢 那么对于2022下半年 木工行业的市场机遇与挑战 就有怎样的看法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认为首先应用速控技术 改造传统的制造 装备制造正是转变的要义之一 必须的 也就是说智能制造的重点 威力早在多年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布局 并站在了数字化的最前沿 在德国 就设定了数字化标准4.0的概念 同时也设立了自动化及数字化部门 那么在威力集团里面 我们设定的叫Minesphere的物联网系统搭建 实施了全面的数字化建设计划 也就是说我们的设备和Minesphere 物联网搭建起来 根据部分中国经济预测反馈 我们2022年的中国GDP增速 大约是只有4.8 是除了2020年危机年份之外的 历史最低增速 但我们威力坚信 2022年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仍然会是彭博向上的 我没有信心 好的唐先生 期待彭博向上的2022的下半年 那唐先生您能不能再深入的谈一下 在加急消费不断升级的当下 终端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愈加浅度的情况下 威力在品牌换新和战略升级上 有哪些调整呢 就当前的家具行业的转型升级 备受关注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与客户 威力也特别在持续调整自身的发展 战略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今天作为全球实物加工机械的 领先制造长 威力举弹不仅仅 立足于开发一个好的产品 还是更多的为客户提供具有价值的 甚至具备增值潜力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Winy offers more 威力提供更多的全球战略地位 好的唐先生 那么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您认为机械设备未来三到五年 会是怎样的一个发展状况呢 面对新热点新趋势 如全案崛起 整装退变 高定格新 数字化提速 双碳引领 智能领跑 这些新趋势 新政策客户的需求 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更需要哪些产品和服务呢 我们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 来驱动产业的变革呢 伴随着定制家具的兴起 中国市场需求 比以往任何时刻 都会要求更细分化 板式家具机器 正在沿着数字化 自动化 智能化 楼性化的轨迹发展 厂商也正在由传统设备制造商 向解决方案提供商在走边 目前我们威力在中国 拥有了完善的营销网络 专家队伍 专业的服务人员 为更多中国企业 提供技术咨询 方案设计 设备引进 以及完善的系统解决方案 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青睐 为了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 我们德国总部 已经决定在未来五年内 对整个威力工厂 生产设施进行更大的投资 今天威力好赛 已经拥有了全球实木行业中 所有供应商中最广泛的 机械产品组合 特别是在快速增长的 木材建筑领域 未来我们能提供给客户 提供更好的一战式解决方案 刚刚我们聊到了很多新趋势 新热点 那么在后疫情时代 整加定制高定这些话题 一直站在咱们行业的风口 先前也有关注到威力公司 今年有推出一些高端定制的 专属风边机 最后也请唐先生 具体和我们来聊聊 威力作为行业的引领者 在本届展会将带来哪些新技术 新产品来满足这些新叙事的需求呢 好的 这是我最想回答的 为了帮助中国客户改善生产工艺 达到最具性价比的 极致无痕风边效果 威力豪赛将会在WMF上 继续展示Lumina系列工业风边机 发扬其在德国和欧洲市场 一贯的产品风格 超高性价 楼性制造工艺 激光PUR EBA兼容的高品质风边技术 在今年9月份的上海WMF国际木工展上 威力也将会以提升生产效率的 完整的技术与方案为主要方向 向大家重点推荐 能够提高实物出材力的 加工工艺和机器 以低碳高技术 拉动世界木业引擎 破解中国木业结构 调整发展难题 好的 非常感谢唐先生的配合 我们也非常期待着WINNING OUR WORTH MOVE 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 9月5到8日 上海红桥 见